前面咱们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不是已经拿到了 那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动作 是不是针对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是不是开始进行数据库连接的操作了 那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数据库连接下面我们是不是创建登录页面请求处理 是不是也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登录 完成登录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是不是浏览器发起请求到Sololite Sololite里面是不是对我们的登录是不是进行处理 它的基本流程是浏览器发送请求到服务器 那请求数据应该有哪些 等会写一下 服务器 服务器是不是调用对应的Sololite进行处理 来我们看 这个来的请求数据里面应该包括哪些 是不是有用户信息加其他数据 是吧 因为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用户进行处理 Sololite对Sololite进行处理 第一步我们先做的数据叫设置 就是想应编码合适吗 然后获取请求信息 然后处理 请求信息 然后想要处理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流程扔在这里面处理请求信息 这一块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联合数据货 根据我们MVC思想下面要做的是不是Sololite它做的动作是不是就拿下请求数据 它拿完之后呢 把数据应该给谁是不是交由业务层是不是进行去逻辑业务逻辑助理 Sololite我就做了一个动作我是不是就拿一下 拿完之后要干什么那是不是就不是我负责了 我们是要给谁是不是给我们的业务层 好来继续走啊 打开我们的这个SRT 拼论 P我们开始建帮 叫KAMM KAMM点 北京上线堂点 是不是Service 对吧 我们在Service下面 改一下格式 改一下格式 我们在Service下面应该建什么了 是不是写我们的接口啊 interface 叫login 不是Service 这个Service接口里面应该有几个方法 一个 对吧 就是你把用户名密码给他 他 是不是就返回有没有这个人 至于有这个人 还没有这个人 要怎么做 那是不是就不是他相关的了 好 他返回的是一个谁 是不是User 对吧 如果查到这个人了 是不是封装User数据 是不是回来了 如果没查到呢 返回什么 是不是就是个No 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写个 叫check login Service 两个星参 一个叫Street 有Name 一个叫Street Pwd 但是我们现在有User实体类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在总统 kindle pa com. 北京商业团 拋酒 拋酒包里面 kindle 我们是不是列实体Lanes 叫user 上面用来存储我们的用户数据的 也就是你从库里面查到 第一个叫 这个里面的字段名是不是要和你在数据库写的所有的字段名是不是一致 实体类的属性名和数据库对应表的字段名是保持一致 最好是保持一致 非必须 下面是不是死冰有一定吗 这个完成之后倒一下包是不是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在学做的是不是在四位试层是不是给他写什么 是不是实现类来我们在new package写 如果对MVC思想有些遗忘的同学是不是去查看我们在讲解GDPC课程当中讲的MVC思想的代码 好来这个地方写个extendser 不不不不实现MVC思想 MVC思想 叫login service来复写方法 可以了吧 好那这样的话在我们的sorelet来走的话 它下面助力请求的话 首先是把数据传给业务团 你要传业务团 你得拿到业务团对象吧 所以这个地方写啥 获取 是不是业务团 是不是对象 来login servicels等于new login service 按票 是这个吧 来导包 可以了吧 这个地方应该掉哪个方法 返回是不是一个U点U等于ls.check 密码一扔 这个吧 那我们是不是就看这个U了 好那你觉得我们在login的service 他的这个实现类的实现方法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写 其实没法写 因为我们是一个登录的请求 登录请求有啥相关业务没有 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样的 比如说你的应用名密码符合我的规则呀 但是这个动作其实在我们的gs前端的话是不是已经能做教验了 表单格式教验数据提接的格式教验是不是gs和gquire都能做 所以你数据能发过来的前提是不是这个数据已经符合我的规则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你可以为了保证你的数据的有效性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二次教验 明白吗 可以啊 可以进行二次教验 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逻辑处理呢 比如说连续三次登录错误锁定账户 明白吗 这是不是也是业务 连续三次登录错误 账户锁定 这样的功能是不是业务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登录 在这里我们不做其他任何教验 直接把数据继续流转给哪一层 道层 直接进行数据库操作 好那我们再来开始看到 在这个下面我们右键开始拍Page 应该点人了 道层是我们数据库层的解法 来拼入N in the reason 叫login 什么 就是道 好在道里面我们写个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也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 能懂吗 啊 返回的也是有点追听 这个方法有点应该是 叫check login 就是道 它接触的是不是也是两个字 一个词证啊 有name 一个词证啊 pwd 然后你把用户名密码再流转给我们的刀层 刀层是不是根据用户名密码去数据库里面开始去查 有没有这个人 查到了 查到数据 封装成U-der对象 再返回给谁 是不是业务从service层 service层拿到之后 继继继继续把U-der对象再次返回给谁 是不是我们的solarlight对方 然后在solarlight里面我们就去判断这个U-der对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然后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能明白吗 能明白吗 好 ok 来 下面我们继续走 DOWN 6 是不是再来个package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写个叫 DOWN MPL 好 听说实陷类 DRV 我们写个叫 Login DOWN MPL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咱们大家使用原生态的GDPC去做 来 复写 是不是有个亮的 我们要使用原生态的GDPC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一用GDPC 已经定一定要记得 第一步干什么 导 导架包 导架包 明白了吗 一定要记得 第一步是导架包 好 那架包怎么来导呢 那我们的架包是不是在我们的外部一方 下面是不是有个lib的文件夹 架包放在lib文件夹下 好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得拿一下我们的架包 好 ok 来我们拿一下 好 点开我们的lib文 拼住 扔进去之后 下部要做的做的 你干啥 Liodefans 可以了吧 好 拿到之后 下面我们就开始写了 用原生态的GDPC进行操作 第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创建GDPC 啥 对象吧 是不是声名吧 不是叫声名 是GDPC对象 对吧 来 再下一步干啥了 加载 驱动 再下一步 创建连接对象 获取连接吧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创建 Circle Circle 是命令啊 再下一步 创建 Circle 命令 对象吧 再下一步 是不是给站位 复 复 复 再下一步 就是执行 执行 再下一步 便利 便利 执行 结果 再下步 关闭 资源 再下步 返回 就是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顺便加在GDPC对象 有哪几个对象 Circle 哪个人都有吧 这里有吧 Prepare Circle 别捣错了 是不是这个包的 你别捣上MyCircle的包了 看是不是有个这个 还有个这个 搞加把点Circle的明白 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查询 是不是也有结果的对象 Result 是不是set Rs 等于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得声明我们的Uder对象 呃 数据 存储 存储 对象 先给个Uder U等于什么 是不是NOT 然后加载驱动的话 在这地方 我们直接是不是就开始 把这一堆命令 一堆注射 是不是用在这里 一个叫 class 点 braname 叫 com点 MyCircle g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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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 407是吧 刚才写的 来 用户名 入的 密码 是1234 能跟上吧 下面创建设计命令 Stream cycle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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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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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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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给U U应该等于什么了 New user 因为它查的话这不是只能查到一个嘛 来我们开始写了 U.set Uid等于RS.get In 那边写什么 Uid U.set Uname Uname RS.get String U.set Pwd RS.get String 下面我们要做的 这个地方一旦完事 如果有 这里面是不是就会被指向 如果没有呢 这就是啥了 是不是呢 所以下面我们有个关闭资源 应该写在哪里 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打一下 打一下错误 叫1.print Stop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地方我们写个叫什么 是翻的来 就是关资源吧 谁先关 哦 is. close PS pns.close close co.com close 然后是不是单独故 然后我们捕捉一下 ok 最终我们 왜냐면 是谁 看到了吧 那完事之后来 我们回到这个数据的流展 如果真的查了 login到 到层会返回给我们的 service 返回一个什么 是不是查到的有点对象 但是现在你掉了没有呢 没有 这是不是我们的业务层吗 对吧 数据现在是这样的 从浏览器 是不是到soulalite 从soulalite 继续是不是流展给service 从service继续流感人员 从到是不是干啥了 是不是去操作数据库 从库里看有没有啊 有的话把这个人的信息 是不是再流转给谁 是不是service 从service是不是再流转给谁 是不是soulalite soulalite在根据 有没有这个人的结果 是不是看怎么给 是不是再看怎么给浏览器 是不是进行响应啊 这样的一个流转流程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得干啥 创建是不是刀层对象 来 叫login 到ld 等于new login 到mpl 搞不 可以吧 下面直接是不是就是 ld点 这个 是不是就行了 好 现在是不是就连成一串了 那在我们的这个login soulalite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看 有没有这个优点 好 在这个位置 我们最后还是干啥 是不是再打印一遍 打印一遍之后 是不是看有没有这个人啊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充起一下服务器 来 再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回退 重新访问我们的配置页面 好 那张三 一二三 登 盘后台 拿到没有 拿到了 如果我要拿到 下一步你需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根据这个结果 是不是看怎么给用户进行显示啊 如果你拿到了 就干啥 是不是登陆成功 谁在访问我 如果你没有拿到 是不是就登陆失败了 能听懂吗 好 来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开始判断 F U 不等于 DP 这不是我的 这别人在访问我的 咱们班的同学在访问我的这个服务器啊 别其他同学看老师懵了 这咋回事啊 你不都完事了吗 怎么还在打东西啊 是有人在访问啊 来 又不得云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给他写事叫ISP点 Ded Red点 Red 这个叫什么 就叫登陆成功 不是写个简单的一句话嘛 对吧 让 L P点 GET Red点 Red 不好应该是什么 登陆 失败 没毛病吗 好 来 再重启一下 看效果 回队 小心 张三 一二三 登陆 不保证 看明白吗 stimuli 咪 咥 咪 咪 咯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